江峰的一对男女在虚幻的世界中产生感情 他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 同居男友突发意外往日情感遭受质疑 越来越危险怀孟明啥样 你让我发现 转瞬之间网恋闹出了人命官司 不知不觉一气变成了故意杀人 致命网恋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08年2月20日早上8点 家住河南省西乡市冯泉区的张德顺 骑着摩托车进城尔赛 当他走到陆王分封景区的时候 下意识地往封景区内的停车场看了一眼 张德顺这一眼看出了异常 他停下摩托车慢慢走向停车场 当时就在这儿就在探托车 当时就在这个树乳乃比较探托车 他的头和吸巴再探托车 现在探托车 我当时我看下这个人 我是不是喝酒了 喝酒了探托车了 或者有病 或者是个神经病 我探托车了 王分封景区是围绕一座明代王陵 开发而成的一个旅游景点 距离河南省新乡市大约30公里 由于位置偏僻 游客较为欣赏 每年的初春更是旅游的淡季 张德顺就是在封景区 紧靠马路的停车场发现的异常 警方马上对现场进行封闭 随后开始勘察 经勘察发现 死者是一名男子 年龄在35岁左右 穿戴整齐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现场也没有搏斗的痕迹 而在死者身边的三个塑料袋内 警方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显示死者是辽宁人 此外还有地方整齐的衣服 袜子 以及洗漱用品 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苹果 这个现场并不像我们一般的人 看到了个敏感 这个现场什么 邪行物 空谷之地 他并没有这个现场 而是看到一个整场的刃 很燃像 他在那里 就是这个刃 没有起了 换句话普通话人说 就是失望了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 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比较整齐 根据这些情况 警方推断 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通过进一步勘察 现场的法医 发现了新的情况 这一新的发现让警方找到了侦查方向 警方推断 死者生前 很可能去过医院 根据死者手臂上留下的输液针孔 警方开始对新乡市周边的大小医院进行排查 当排查到新乡市并全区医院时 一名医生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据医生会议 2月16号下午 医生接到120 祭酒 说载我们下去数字上加速院 有个病号 比药为总 需要祭酒 当医生自门 就120一块去了 当时有一两个女子 把医生就领导方年 知道创刀一个人 就有责任 从15号开始 这都不吃饭了 有点昏迷 病毒上这个桌上纳一张死闻症 让医生看了看 这个医生说 对这个死闻症的影响很深 为什么谁要说呢 因为这个死闻症是个料宁的 医生证实 死者正是他所见过的那个危重病号 至于他为什么从家属院 死在了陆王坟 谁也说不清楚 根据医生提供的线索 死者生前曾经和两名女子接触 那么这两名女子是谁 他们和死者是什么关系呢 于是警方决定 到120接诊的家属区 去寻找两名女子的下落 当时没找到 没找到我们回来的路上 就是觉得到医院再问了 看两个女子留下有什么信息没有 当时我们碰到一个护士 护士将就说2月19号下午 这个两个女子和这个病人游到医院去了 我们当时抓住他 他选择21号离2月20号 俺发的很近了 警方从医院再次获得新的线索 2月19日下午 也就是家属院两名女子打来120求救的三天后 医院第二次接到电话 将生前患病的死者接到医院接受治疗 治疗期间仍然有两名女子出现 让警方感到蹊跷的是 医院120两次接诊过程中 虽然接的是同一病人 但是两次接诊的地点却并不一致 他是三天来过两次 其中是2月16日上午 当时是在凤泉区 书上加入院 一个女的当时打了120 这个卫生院急救车 把这个受害人拉过来了 第二次是 这个是从凤泉区一个交通律社接的诊 但是这个病棍服务员 当时打了120 说这个有一个人在这有个 好像重病状态 有癫痫的那种状态 一个曾在家属区居住的危重病人 怎么又到了交通旅馆 为什么两名女子不打电话 而让宾馆的服务员打急救电话呢 案件侦破的线索 从医院到家属区 又从家属区到了交通旅馆 当办案人员拿出死者的照片时 服务员很快认出 死者生前曾是这里的客人 咱们在哪儿床下 咱们在这个床上睡的 在床上睡的 咱们在这儿啥状态呢 当时它是很不舒服 头冲到这边 然后这么侧卧着 脚在这块 然后像这样子侧躺着 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据服务员回忆 2008年2月18日 曾经有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 一起来到旅馆 其中一名女子 掏出自己的身份证 办理了入住手续 让男子住进了旅馆216房间 女的说话是我们本地的口味 这男的呢 给我感觉像喝醉酒 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住 问了我们房间 有没有单一间 然后我问他是住几天 他说住一天 我说是男人住还是女人住 这个女的说是男的住 第二天 旅馆服务员按照惯例检查客房 当打开216房间时 住宿男子的状况 令服务员大吃一惊 一看以后 发现的男子在地下躺着 状态非常害怕 嘴角有点兔白沫 像抽羊角风 然后地下一躺 湿糊糊的 像小便湿劲那种感觉 非常害怕 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有病了 或者吸毒了 蹲下身子 然后拍摆他 用力拍摆他 问他怎么了 问了好几声 他都没有回应 也不说 状态就像羞恨一样 非常 有点非常害怕 然后我们开始给120打电话 2月19日 死者生前第二次被120急救车 从交通旅馆拉到来 新乡市凤泉区医院 我们是跟到120去到医院 医院要是找家属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去找 给他按照身份证去找他们 但是走到去他的路上 碰见他们俩了 碰见这个女的了 然后把他们也一起带到医院去了 旅馆服务员的说法 和警方前期在医院的调查相吻合 死者生前的活动线索非常清晰 那么死者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会在三天时间内 先后两次来到医院呢 警方根据死者 遗留在手臂上的针孔 对周边大小医院进行排查 不但证实 死者先后两次 在新乡市奉犬区医院入院治疗 还了解到有两名女子 与死者生前有过基础 那么这名死者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先后两次入院治疗 据新乡市奉犬区医院的医生介绍 2月16日 死者生前第一次入院时 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是胆囊炎 2月19日第二次入院时 病人出现肝昏迷 病情比较严重 新乡市奉犬区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当时那个人 经常要令来到医院以后 他已经是昏迷状态了 昏迷以后都比较严重 危机生命了 危机生命 区医院 我们区医院 证断条件比较低 条件比较长 但是他病情比较重 都简易地去杀医医院 避免造成的意外失望 然而 让医院和警方感到不解的是 两名女子在得知 病人病情严重的情况下 不但不接受转院治疗的建议 而且还于是有日夜晚 匆忙将病人从医院拉走 不知去向 那么 这个男子离开医院以后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是如何死在了 陆王坟风景区 这两名女子 如今在哪里 最重要的事 现在说 把这两个女人招转 可能就是说 这个案情都能打败 把这个命令给她揭开 我们现在说 重点工作就是要招这两个女人 办案人员 根据死者生前 曾在交通旅馆住宿的线索 很快从客人的住宿登记信息中 确认了一个名叫冯海珍的女人 冯海珍 现年34岁 是她为死者生前 办理的旅馆入住手续 从登记信息可以看出 她的居住地 正是医院120 第一次接诊的家属区 我们当时证察院 有漫画信息 这些诊事终于可以有答案 结果找了冯海珍的回答了 跟从我们医疗 就冯海珍讲了 他跟那个男人病无数息 至于说他接跟那个男人比较数 跟他说忘忧 实际上就印证了 一开始在医院 还是在律师开放间的时候都发生了两个女的 那么从这里可以发生了个 从这里可以转领了 那个女的都应该是她接 冯海珍 冯海珍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和这个死去的男人 有什么瓜渴 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让一个冻病中的男人 孤独的自在异乡 冯海珍 今年37岁 曾经是新乡市某企业的一名工人 2004年离异后一直独身 十年前 冯海珍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进了婚姻店旁 然而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幸福 一年以后 冯海珍的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冯海珍的第一次婚姻 笼罩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 2004年 这段一忍再忍的婚姻 经过痛苦的挣扎 终于走到了尽头 离异后的冯海珍一度消沉 过起了自闭独身的生活 他无法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不幸和挫折 那还不愿意去 也不愿意出门 也不交朋友 几乎那段时间 几乎就封闭自己 冯海珍独身自闭的生活 持续了将近两年 第一次婚姻的失败 是冯海珍对今后的生活 失去了信心 冯海珍的妹妹冯海珍 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冯海珍离异后 妹妹十分关心姐姐的生活 为了改变冯海珍独身自闭的状况 妹妹提议冯海珍 学习上网 学会上网之后 冯海珍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在网上消磨时光 不久冯海珍就学会了QQ聊天 还给自己起了一个 非常浪漫的网名 飘雪 2007年11月 飘雪在互联网上 碰到了一位叫 一网情深的网友 当时也都是在网上 嫁给好友 嫁我我都给他嫁给好友 飘雪接受了 一网情深的邀请 两个人成为聊天群里的朋友 一段时间之后 飘雪已经对这名叫一网情深的网友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他问你老公说什么 我说我没有老公 我读不识 然后我开始 然后我问他 然后就这样 都是看起来了 他说他 他离婚了 相似的生活经历 是两个陌生的网友 渐渐成了朋友 一个星期过后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QQ聊天 开始了语音通话 通话的结果 释放海滨 对这个叫一网情深的网友 有了一些迷恋 平水相逢的两个人 又多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飘雪和一网情深 相互向对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年龄 一网情深 本名赵小波 辽宁本西人 从小父母双亡 年龄36岁 第一次婚姻结束后 在辽宁本西经营了一家小餐馆 谁说那个 不太理想吧 反正觉得还刻意吧 冯海滨对这位网友动了心 于是将网上男友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妹妹冯海珍 妹妹在看了两个人的聊天记录之后 鼓励姐姐相信爱情 追求自己的幸福 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半个月都是没事聊天 大概有半个多月 本来 他说他来这儿了 然后 他说他那儿住不开 然后他说让我过去 我说行吧 我先过去看看也行 然后我都过去了 2007年12月 冯海滨带着简单的行李 登上了前往辽宁本西的火车 冯海滨的本西之行 会有什么结果呢 冯海滨来到辽宁后 一下火车就见到了自己的男友 满心欢喜的男友 将冯海滨接到了自己的家乡本西 冯海滨对这个初次见面的男友 有些失望 尽管对自己的男友不太满意 但是冯海滨 但是冯海滨很快和男友同聚到一起 白天在餐馆帮助男友打理生意 夜晚沉浸在二人世界里 尽管对再婚有一定的迟疑 但是冯海滨和男友还是生活在了一起 一个多月后春节临近 冯海滨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 和男友告别 从辽宁返回新乡 回家后两人电话不断 日子夜夜的男友放不下对冯海滨的牵挂 最后男友将东北的餐馆转让 有了到新乡看望冯海滨的打算 冯海滨就将男友安排在自己家里 日子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男友已经来新乡一个多月了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 男友饮酒过量被冯海滨掺回了家 第二天 男友忽然小便失禁 昏迷不醒 封海滨迅速拨打了120 和妹妹一起将男友送到了新乡市奉全区医院 经过医院的及时抢救 男友的病情得到控制 医生的诊断是胆囊炎 当时医生经过检查以后 发现这个人病比较重 不是一般病 都建议他往大医院去 煞进医院 给他处理一下 开点医院叫做猪老 而冯海滨看到男友的病情 得到控制以后 不仅不带男友转院治疗 反而认为自己的男友装病 心生反感 然后到医院一接纳以后 才感觉非常延误 非常延误 一天病能揉起来 又能揉揉手 此时的冯海滨 开始用挑剔的眼光 看待患病的男友 内心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我都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是 肯定是隐藏了可神 绝对一味险 怀孟明啥呀 那样我发现 冯海滨对男友有了质疑之后 一时拿不定主意 别和家人商量 自己和男友的关系该怎么办 家人的意见非常明确 希望冯海滨慎重考虑自己的婚事 我父母不赞成 父母说这网友 这不可 这忘了脸 这是啥呀 这根本都不可靠 这又是 输入结果了 这东西还有 还不真实 你这个忘了 这根本都不行 父母坚决反对 冯海滨和男友 从医院回家之后 心里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 戴战满腹猜忌和怨气的冯海滨 开始收拾男友的行李 责令自己的男友离开心乡 以往的幸福和甜蜜 早已荡然无存 我都觉得他欺骗我了 我非常神奇地把他干着我 身体虚弱的男友 接受冯海滨的意见 离开了冯海滨的家 然而出乎冯海滨意料的是 第二天男友又回来了 男友重新找到冯海滨 希望冯海滨能够认真考虑 他们之间的感情 这个从东北过来的男人 再次表达了真心 与冯海滨过日子的愿望 而冯海滨已经把欺骗 当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最大障碍 再次将男友推出了家门 我的心里妈特别特别的气烦 我都像刚刚那样的 走妈妈那样的 走地业 一直没有人都不能看见 我说你要嫁 这样我久三不清 我把你保金 我等那真不关你 然后他说你好不住 他说那家我住也在住吧 我都安排个交通女生那住 冯海滨和妹妹冯海真 一起来到交通女社 替男友办理了住宿手续 身体虚弱的男友住进了216房间 第二天男友的病情再次发作 被旅馆服务员拨打120 送到了新乡市凤泉区医院 冯海滨把患病的男友推出家门 安排到一家交通旅馆 希望男友早日离开新乡 没想到男友病情再次发作 第二次住进了医院 冯海滨被旅馆服务员找到后 和妹妹一起来到医院 医生告知冯海滨姐妹 病人属于肝昏迷 病情严重 已经通知世纪医院的救护车 马上接病人转院 冯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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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 就在姐妹俩准备离开病房时 被正在实施抢救的护士发现了 冯海滨 无奈之下 冯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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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公众甩议而死亡 如果当时收到正规的资料 这个病人可以专为委案 生命可以挽回过来 2008年3月19日 新乡市奉权区检察院 以冯海斌冯海珍 间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6月13日 新乡市奉权区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中 被告冯海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持有意义 便称自己与男友性格不和 提出分手 男友是暴病身亡 跟自己和妹妹没有任何关系 诸身法官根据死者生前的诊断证明 医院急救登记 法医鉴定等证据 认为被告人冯海斌 冯海珍 申述变称没有事实根据 不能常立 咱们审理残明的事实是 这个被害人的急救医生呢 已经明确告知了这个第一被告人 也就是这个姐姐 当时这个被害人的病情是非常严重的 要求这个被告人 就是带这个被害人到室里边 其他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救治 但是呢 这个就是第一被告人 在明知就是医生告知的这种结果 就是明知这个被害人病情非常严重的这个情况下 他没有就是把被害人带到其他 其他好的条件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治疗 而是就是打电话叫来他的妹妹 也就是这个第二被告人 把这个被害人 就是抬出这个医院 抛弃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最终呢 导致了这个被害人死亡这个结果的发生 我们认为这个二被告人的行为呢 就是符合这个 这个法律上 就是故意杀人罪的这个犯罪的构成 最后呢 就是咱们认为这个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个罪名是成立的 实实是清楚的 证据是充分的 2008年8月18日 法院以冯海斌 冯海珍 间接故意杀人罪 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第一被告人 冯海斌 反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第二被告人 冯海珍 反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晚刑五年 新乡市奉权区法院将此案定性为奉权区首例抛弃同居男友致死案 此案的公开开庭审理及判决结果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因为一般印象当中 老百姓认为这个故意杀人都是死刑 或者是撕缓了无期了 这个罪是判的比较重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案件判的比较轻呢 因为这个案件呢 就是二被告人的这个故意杀人 在他的主观上是一种间接的故意杀人 是出于间接故意的这个目的 因为他们在明知这个被害人毕竟严重的情况下 他是放任了这个结果的发生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刑法也规定了这个故意杀人 如果是刑据较轻的话 可以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觉得对自己做的事 特别特别的觉得 后悔啊 丢人 到时候真的 都不想货了 今天我还说多少天都不说话 你妹妹埋怨过你吗 从来没有埋怨过 不和妹妹干净一直扣 从来没有埋怨过 但是我觉得 可非常对不起的 从我这个案件呢 我想说啊 就是这个 忘了爱情 我们不反对 但是说 双方呢 就一定要高清楚 双方对双方 基本情况 真实行命和抵制 以及家庭情况 实力状况 都在最基本的要素 任务在的基础上呢 在经过一段时间呢 默赫 才做出自己的正确的决定 如今 冯海斌在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服刑 近一年的劳教生活 已经让这个多次经历人生坎坷的女子 平静了很多 枇材人生坎坎坎坎坷的女子 先遣连美业 当时就试着 就会不见 准备 所以说 伯母都是日落的 是啊 都是 痛苦 是 是 现在这来了多长时间了 到这片里 才一念了 到就月份儿一念 就月算好一念 每天做这个能做多少 这个 北挺 它有五通的欢食 它有难以正果 如果见男孩 如果不大的话 那不要跟他现在讲说 原来会做这个 没有从来没办法 天衣无缝的作案现场 巨款不翼而飞 神出轨末代飞天大道 案件线索为零 环环相扣 目标在瞬间出现 紧密追踪 罪恶无处藏身 追踪的瞬间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